近年来,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被中共官媒称为新四大发明,拿出来炫耀热棚,但仔细研究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新四大发明,没有一个是中国发明的,都是从国外偷来的技术,在中国野蛮生长而已。 中国新四大发明的说法,源自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5月开展的调查,让来自20个国家的年轻人,列出他们最希望从中国带回其国家的技术。 受访者给出的排名最靠前的四个答案,分别是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此后,媒体和官员逐渐将此宣传为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 以高铁为例,其实它的发明者,或者说它运用在商业上第一个是日本人,那是在1964年,他们开通了连接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新干线线路。 这是全球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系统。而中国出现第一条高速铁路线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到天津开通了成绩列车,就是京津高铁,行驶中最快时速达到了330公里每小时。 但即使这样,这项发明也不能硬抢过来放在自己头上啊。 落后了日本44年的中国高铁,如何能成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首呢? 而且日本的高铁技术人员一直认为,中共铁道部抄袭了日本的新干线高铁技术。 中国高铁号称是习近平提出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加速器。 近年来,中国的高铁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高铁,令当局背上极度沉重的债务负担。 今年8月31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至今,已累计亏损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而高铁负债累计达到6.1万亿元。 在这些耗费巨资,耗时漫长的工程背后,隐藏着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近期,海南单州投资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的海头高铁站,被曝建成多年却一直为启用,几乎荒废,引发中国网民关注。 事实上,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单州市,2022年的GDP只有878.91亿元,但却打造了三个高铁站, 分别是银滩站、白马井站、海头站,而且这些高铁站都远离市区, 其中已经开通的银滩站、白马井站客流量也很惨,也是处在每天砸钱的状态。 像单州海头站这样的耗巨资打造,当初宏大的基建规划, 如今被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无法开通的高铁不在少数。 搜狐网站曾统计过,至少有21个高铁站建成后未使用, 多少资金打了水漂,其中不乏一些隶属于中心城市的高铁站。 比如位于南京的江浦站、紫金山东站、 位于昆明的静宁东站、阳宗站、 位于北京的义庄站、位于郑州的甲鲁河站、南曹站、梦庄站等。 在海南省的东环高铁线上,2012年就修好的万宁和乐站也一直沉睡至今, 而未开通的原因同样是周边客流量太少。 沈阳城区边上的沈阳西站是金哈高铁上的一座二等站, 建成后仅2018年12月短暂投用,到2019年7月就停用了。 主要原因是该站的地理位置在沈阳四环外, 距离市中心的市府广场驾车路程达26公里, 民众去沈阳西站乘车极为不便。 此外,丹大快速铁路上的丹东西站、广宁寺站因客流量不足, 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停办客运。 金省高铁上的乌兰木途站也一直处于停运状态。 南昆高铁上的阳宗站从2016年建成后未投入使用。 交集客专上的周村东站以及清荣城际上的支付站目前也未开通。 贵广高铁上广西桂林的武通站2014年启动, 却到2018年才投入运营,2022年又关停,至今未复运。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在为规划不合理的过渡基建买单, 超前投资的负面作用开始浮现, 中国基建狂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再来说说移动支付,最早起始于1997年的芬兰, 当时芬兰电信启用了通过拨打付费电话号码 来操作点账机和饮料自动售货机的服务。 这项服务可以在赫尔辛基机场购买可口可乐, 这项创新被设为由移动设备完成付款的起始点。 不过也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移动支付技术 应是2014年的Apple Pie的登场, 而移动支付的核心技术则是二维码扫描器和二维码。 其实,二维码技术的发明者则来自于日本的腾红源。 日本从1994年发明二维码, 到2011年申请注册二维码扫一扫专利, 日本人总共领跑了18年。 中国大陆的移动支付开始于本世纪初, 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最为出名, 而支付宝一直被认为是仿照PayPal公司的方式做出来的。 其实,在很多国家移动支付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 没有哪个国家会觉得这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更没有人关心究竟是哪个国家发明的。 说到网购,那就更早了。 在1979年,一个叫Michael Aldrich的英国人 首次提出网上购物这个概念。 不过,网购真正流行起于20世纪90年代, 当时亚马逊和eBay推出专门购物网站, 之后在世界各地逐渐兴起网络购物潮。 如今,亚马逊和eBay这些开拓者 都是电商行业中的大牌公司。 而中国的网购最早应该就是淘宝了。 2003年,马云参照eBay的模式创立了淘宝网, 随后天猫、京东、拼多多、斗音、快手、 小红书等电商平台也应运而生, 中国网购的普及率跟市场处于领先, 但是这些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非常激烈。 自从淘宝2009年开创双十一购物节后, 每年的双十一已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 甚至影响到国际电子商务行业, 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电商零售平台逐渐走向没落。 到今年的双十一,热度更是几乎降至了冰点, 堪称史上最惨双十一。 多家电商平台纷纷推出促销优惠, 包括反折扣、反线、一键直降、跨电满减、优惠券等, 争相打出全网最低价的噱头, 不过消费者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热情。 据大陆媒体统计, 今年双十一全网总交易额2434亿, 其中天猫淘宝占60.66%、1476亿, 京东占27.43%、592亿, 拼多多占7.49%、182亿, 总交易额连2022年5060亿的一半都不到。 在淘宝第一波双十一活动结束后, 中消协当天发文批评双十一乱象, 包括促销活动复杂、 营销垃圾短信集中爆发等, 经济日报刊文称, 根据消协组织多年的价格监测和消费者投诉, 一些商家的双十一促销价格与平时并无差别, 甚至可能是全年最贵的。 在中国网络上, 今年双十一是不是卖不动了成为最火热的话题之一, 有63%的网友认为, 双十一以没有存在的必要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中国网购平台充斥假货, 短期急功近利的盈利模式也让消费者失望, 越来越多的这类平台在一片讨论声中慢慢死去, 显示电商平台的辉煌时代也走向衰落, 余下的电商平台也只是在挣扎求生。 最后一个是共享自行车概念, 最早出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20世纪60年代, 阿姆斯特丹青年无政府主义者 发起一场被称为白色自行车计划的活动, 但为了防止鼓动偷窃行为, 警方没收了这些自行车。 共享单车改变了人们旧有的出行方式, 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 至于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享自行车计划, 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哥本哈根。 中国共享单车项目于2008年开始陆续推出,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奖励机制, 但很多企业参与共享单车项目后, 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商业操作。 没过几年, 小公司集体破产, 不少城市的公共自行车项目沦为烂尾。 而报废的共享单车被大量遗弃在各地的公园、 河堤和荒郊野外,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脚踏车坟场。 有石家庄本地博主爆料, 市郊再添一处规模庞大的单车坟场, 密密麻麻的单车、电单车排列在一起被闲置浪费, 大都橙色较新, 估计有10万辆, 场面十分壮观, 令人惋惜。 据视频博主称, 高价近拍中初局企业所运营的单车, 被闲置到扣车厂之后, 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网民看皮照片无不感叹浪费, 只能感受到了满满的浪费感觉, 全都气质, 太可惜, 画面好震撼, 特别的痛心, 需要用的不够用, 没用的百亿堆。 2020年9月, 中共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发文, 称共享单车、高铁、 移动支付及网购是中国新四大发明, 遭网友耻笑, 智商仅有五毛水准。 为了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修宪, 搞无限连任与终身制, 2018年3月, 中国央视推出了一个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该片集中鼓吹 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各个领域的所谓成绩, 尤其炫耀中国诸多科学技术领先全球, 中国是如何的强大, 如何的辉煌, 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 2018年6月在一个论坛上公开怒轰官媒和官方智库, 吹捧中国科技世界第一, 以及抨击中国所谓的新四大发明。 刘亚东说, 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 有很大差距是长迟, 可是国内偏偏有些人, 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 一会儿说全面赶超, 主体超越, 吹嘘中国现实经济、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 都分别超越美国世界第一, 而且还算得有灵有整, 有鼻子有眼。 这种夸大其词的舆论,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 都有百害而无一例, 结果是误国误民。 刘亚东指, 因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差距, 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 比如大飞机, 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 一些正公关的重大项目, 如载人登月, 美国1969年就以大功告成, 明明是在别人地基上盖房子, 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 中国首富, 互联网巨头腾讯的 董事局主席马化腾, 曾一语道破中共假大空, 他在一个深圳的科技论坛上表示, 的确如此, 腾讯等互联网公司 都属于科技应用, 若回归到基础科学, 中国都非常薄弱。 中国如今的成功和盛事, 其实都来自应用别人的科研成果, 鉴基于巨人的努力, 但假若要中国 由科学理论基础处开始, 一步一脚印地发展自己的科研, 以支撑下游的科技应用技术, 似乎今天还未能成事, 最明显的事例 就是芯片技术造假一事, 以说明中国的科研基础 其实并没有很稳, 要赶上美国还有一段距离。 众所周知, 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 是以牺牲后代子孙利益为代价的, 现在中国人正在承受这种发展模式 带来的严重后果, 空气污染, 干净的水源越来越少, 有毒食物遍地都是, 患癌症等各种奇奇怪怪疾病的 中国人越来越多。 这样一个民怨沸腾, 贫富差距过大, 污染严重的国家, 即使号称GDP总量第二, 能称得上经济强国吗? 所谓的经济强大也不过是个泡沫。